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姜宁特警 请不吝点赞 陈辉 情况曹队已经跟我说了 医生来了吗 快了 哪位是陈队长 我是 东西是按照米医生 提供的清单准备的吗 是 对的 大大快找帮忙把东西搬下来 米医生 叫什么 叫米卡 对 米卡 曹队 车内的情况完全被遮挡住了 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狙击 我的建议是拖到晚上 利用天黑做的掩护 我们近距离行动 谈判专家到了吗 跟他们谈 还没有 所以我想先扮成医生 上去看一下情况 不行 太危险了 你又不懂医 很容易被看出来 曹队 上面的医生是我女朋友 我们两个会更磨叽一些 而且基本的医疗知识我都懂 您放心吧 是毒贩的电话 别犹豫啊 没事这样了 行 就按照您的方案执行 小心一点 好 陈队长 医生来了吗 马上 但是我希望你能 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坐下 坐下 别动 坐下 别动 坐下 我去准备一下 好 你必须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为什么 你弟弟要做手术 车上这么多人 等会儿要生来医生 和设备 如果这么多人在 手术无法进行 还有 你弟弟没有照CT 如果伤到了胸膜 或者是戳破了血管 造成血气胸 我保证 他活不过二十分钟 还有一点 二十个人质 和五十个人质 有区别吗 好 好 我知道了 怎么说 一帆说只能有一名医生上车 等你上了车以后 他们就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他们还说 释放人质是米医生提出来的 他弟弟能活 其他的人才有机会货 你女朋友 很厉害 要不要带通讯机在 不带了吧 他们肯定会搜身的 来了 他 贵避道牙 去把人接上来 是 试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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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怎么还不放人 他们是不是要改变主意了 情况怎么样了 把箱子打开 盘过来 这是什么 粗织钱 这个呢 粗织钱 等会儿 把这个打开 这个 承开器 这个呢 直血钱 就是持针器 你不是医生 你是警察 这些器材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持针器的头笔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直血钱 如果你再真阿武之间的问下去 你第一就死了 收拾完成了 放了吗 放了吗 没医生 打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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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见没有 老大让你打开 打开 喂 喂 陈队长 手术很顺利 我要的越野车准备好了吗 您可以自己看 你什么时候要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们这儿发现了一名假医生 你什么时候要